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《小娘惹》很多人一定都有看过 而且他本人在新加坡的名气非常大 不但演技好 而且还十分的有文采 是一个报社的专栏写手 并且他还多次获得过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但就是这样一位在新加坡发展得非常好的演员 却偏偏选择了放下新加坡的一切 回到祖国当演员 但是他在内地的发展并没有大红大紫 虽然也接拍过非常多的电视剧 电影 但大多都是戏红人不红的状态 像《画皮》《剑导伟业》 这些经典作品中都有他的身影 而与他合作过的演员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像《鲍贝尔》就曾表示过 《七与五》在演戏方面非常的敬业 而且低调 经常自己一个人拖着装有全部剧本的行李箱去开工 相比于那些演技差 不敬业 还拿很多片酬的演员来说 他真是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了 不知道大家对他还有什么印象吗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欢迎点击关注订阅我们